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有男朋友吗 刚才那时候煮鱼是挺好吃的 但就是有点辣 辣啊 我给你买点手 不不不 不用不用 我忍一忍就好了 我没有女朋友 以前也有过什么在一起吃饭啊 什么发信息啥的 但是就都没感觉 这招有卖水的 要不然你就给我买瓶水吧 好 好 我去啊 老板 拿两瓶水 哈拉里根咯 给你 哈拉里根咯 谢谢啊 我 对你没 感觉 没事 真没事 我觉得 两个人的感觉是触出来的 对吧 咱俩就先当普通朋友 触着对吧 在一起吃吃饭啊 然后逛逛街什么 逛街 你愿意逛街啊 我特别愿意逛街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其实到俗 我也喜欢逛街 是啊 终于找着志同到何人了 那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走啊 走啊 走啊 走 走啊 先生 你再挑两件吧 你好 你看 太漂亮了 但是 有点素吧 颜色 素吗 人今年就流行这个 是吧 小姐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你看您身材好 皮肤白 气质又好 这款卖得可火了 卖得特别火 是 燕子 卖得火了 我觉得不能卖 为啥呀 穿衣服出去你撞见别人 撞啥呢跟你一模一样的太多 碰见我尴尬 那尴尬什么呀 他们穿他们的 我穿我的 我愿意装身 对呀 这多好看呀 这位小姐说得对 同样的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 气质不同吗 那行 那你要不怕撞衫的话也行 挺好看的 来就挺好看的 你是不是怕我让你花钱呀 太逗了 我自己戴着他呢 不用你花 你们不骂人啊 骂什么人 再说这衣服一点都不贵 你才一千八 你要现在不买的话 过两天肯定就没有了 开票 来 现在去买 来 来 真 我真不用你花钱 我自己给自己买的 你千万别管啊 这钱我必须给你付 这件衣服我给你买了 你真不用 真不用 你千万别花钱 我要知道你花钱 我就不能让你陪我带 好像让你给我买衣服 你千万别 你干什么 这么多人呢 干什么 不好 这么多人呢 干什么 买件衣服怎么呢 真是的 谢谢啊 那 你老提着五千块钱干什么呀 那你再跟我借五万 你看我多不哆嗦 打不打根 那要不是因为这个 我更不能跟你去你家了 我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孩 是我 我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轻浮的女孩 但是 梅子 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我父亲去世的早 我妈拉着我长大了 不容易 这几年 我 干公司 干事业 然后 对她老人家照顾也不多 你说转眼间她就老了 每天 就为这些事 说你 你什么时候能找个女朋友啊 什么时候能结婚呢 什么时候能结婚呢 然后 一家三口在一起 说她什么时候能抱孙子呀 但是 男孩女孩那个 都无所谓 我就想着 我说 要不找个人 我哄哄她 我让她高兴还不行吗 就这样 但你放心啊 人都说孝顺的男人 将来对媳妇肯定好 我也发现 你身上的很多优点 都跟我妈特别像 行行行 打住 我 就看在你 这片孝心的份上 我答应你 就这一次 假的 明儿 谢谢 谢谢 你啥时候带我去看你公司 什么 看你公司 看我公司干啥 我要看啥呀 我就是想看看 去我公司看看 那什么时候不行啊 好 来 我开我开 这儿 最高那层 这么高吗 走吧 冯总好 嗯 好 冯总好 冯总好 因为想做 derecho 好 妹子 怎么样 挺大的 还行吧 挺老天了 行吗 这下不怀疑我了吧 我本来也没怀疑过你啊 我就是好奇 好奇 这有什么好奇的 你别给我转音了 这个星期天得去我们家了 这事不能变 我补习班要是没课的话 我就去 甭什么呀 你别以为这是交换条件啊 我可不是说因为你来临我 参观你公司了 我就答应去你家呢 我可不是那样的 你 走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是那么务之一孩 怎么了 你这一会儿进来人怎么办 看都不好了 谁进来啊 谁敢看呢 我是老板 我是老板